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年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歌 他是作歌 唱歌 rap 主要是这样 他自己创作自己的歌曲 也不是一个主流 很多时候都是嘲讽时事 讲一些时事利弊 很多这样的东西 轻松一些 抽水的歌 但是他就被新加坡封杀的 被马来西亚封杀的 你知道那边的政治都是比较敏感和封闭一点 不能够说那么多话 所以王明志很多时候都牵涉了很多官司 被人拘捕 又要上庭 被人告 好 这里有一张图 就是这首歌的截图 大家可以去YouTube搜索一下 这首歌叫波里心 就是王明志作的 跟陈芳雨两位一起唱 整首歌大家看到很纷纷 梦幻 很粉红色的 基本上整首歌都是粉红色 为什么是粉红色呢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是粉红色呢 就是那些小粉红的粉红 其中一段歌词就是 你拥有粉红色纯洁的心 热爱小狗 小猫 蝙蝠 果子里 这只是其中一段 又有一段 说过说 还要自带烧音 即是说某些敏感的东西 你要自己触摸自己 不要说敏感的东西 怕被送进去 中虾麦瓜 再教育 哦 这些歌词 有违是这样的 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 即是说笑 男女嘻嘻 打情骂超的歌 但是有什么原来之音呢 自己就听了 其实他摆在究明 就串中国了 这首歌就非常厉害了 为什么很厉害呢 因为他的浏览量非常高 刚才几个小时前 我看的 《玻璃心》这首歌 已经是全球排行 第14位 现时第14位 正在播放的一个MV 他只是四天时间 其实他在四天前 推出这首歌 但是四天时间 现在已经做到全球排行第14位 即是非常之厉害 在香港 在台湾也是第一位 即是Click Ray 而在澳洲也很厉害 澳洲竟然是第四位 即是有些人去看这些数据 大家有兴趣 可以上网 例如连登去看看 有不同的国家 即是他们Click Ray的排名 而台湾和香港是排第一 澳洲是排第四 可能某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东西 而新加坡是排第九的 很有趣的 究竟那些人是特意去听一下 即是罵这首歌 还是支持这首歌 还是怎样呢 其实现在这个国际社会 都很需要有人 那么勇敢 或者旗次鲜明 站出来 如何抵抗 即是譬如之前 2019年NBA 有些火箭队的领队 那个班主 就说了一句话 被人家搞得要道歉 或者被人家去禁播 即是很多时候 那些外国明星 或者外国牌子 又说育华 即是拍了一段片 又说你得罪了中国育华 或者说些什么育华 或者一些颜色不适合育华 有些什么富豪育华 有什么标志育华 对不对 跟谁人说话有育华 那育华 基本上你都要道歉 跪下 说对不起 求求他 看看他会不会原谅你 原谅你 那你就有机会 回到这个市场里面 继续赚钱 否则不用只在这个市场里面 那黄明智和陈芳雨 推出这首歌 第一时间他们两个的微博 就立刻被人封锁 那这些是基本的事情 就是有谁不被人封锁微博 对不对 就是一育华的时候 其实我想他们两个都不在意 对不对 就是他出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他的微博 可能本身拿来放 都是拿来被人封锁的 就是他不在意 这个事情 即使他不出这首歌 他都有很多的原因 或者很多的机会 都会被人说他辱话 所以不如 我想他索性 一了八了自己 直接辱你话 哇 这个 看看会怎样去发考 似乎未听到什么很官方 很正式的一些回应 去谴责这件事情 但是在民间来说 就是在国际上 不同社会 不同国家的民间 这个已经是一个热潮 这个MV 希望能够有一番新的气象 不会说 那么多个国家 人们每个都会说 怕是中国 不可以说某些东西 动一些东西 动画 有言论自由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就是说 对不对 不对就是不说 简单 好了 又讲一下 再娱乐一点 好吗 之前有提过 这个鱿鱼游戏 韩风非常之厉害 由于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就是Netflix的一部剧 可以说是剧 我不记得几集 首集八集 一集一个小时左右 由于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大家会不会怕剧透呢 我没什么好剧透 其实我个人是直接来的 我觉得这部剧不好看 这部剧我觉得非常之一般 有很多人就说 这个什么神剧 要回去再看多一次 重新看过 看他的那些伏線 收起了提示 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 这部剧 由一开始 其实为什么我会看呢 我本来也没有兴趣 但是有很欠 每个人都看 当然八卦 要不然答不了嘴 但是 一看 我觉得头几集 是很害怕的 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官能刺激 就是说 他玩的游戏很血腥 很恐怖 他的气氛很紧张 会令到你不敢看 很害怕 但是 过了三四集 四五集之后 开始 就是在了解 整套电影的世界观 他的剧情 他在表演什么 在铺什么 我发现 有些很奇怪的发生 比如说 他中间有一段 小剧头 又是把那些死了的参选者 去做手术 拿了他的器官 拿去败 去败 去败败器官 一开始以为 他这个败败器官 可能是一个伏線 就是说 里面有些人是反抗 或者组织不是一块铁板 或者有很多可能性 很多的偶事 但是 为什么 就是说一说一说 他们被人捉到 被人败败了 就死了 好像没有一回事 但是 再再等一集 真的没有一回事 然后就没有再提过了 那变了 很奇怪 你这一段的剧情 是做什么的呢 为什么你无端要说 有些人在败败器官 然后被人捉了 死了 游戏要公平 这一段就完了 这一段 其实令人是非常分心 很discheck 究竟你是想说什么 其实你这一段 可以整一段抽走了 你这部电影也是非常完整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你放进去就不知道 准备有些什么 好了 去到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觉得 很厉害 有很多的伏線 原来 这里已经讲了 这里已经有这样的镜头 原来这里已经是伏了 在那里 记了几集之后 然后才揭曉 我自己觉得 韩国的剧的电影 很多时候都是流于太过膚淺 很老土 就是它的剧情 很喜欢很多的巧合 就是原来 它是你老爸 这个老爸 原来跟他有关系 跟女主角有关系 女主角的弟弟 原来也跟他有关系 男主角的弟弟 和妹妹 也跟他有关系 最后所有人都是有关系 原来所有人 所有事情 都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就是复到所有事情 都是很有关系 但是现实生活就知道 有哪里有那么多的巧合 我们都知道是演戏 但是你演戏的时候 你太过夸张 太多的巧合的时候 就是一个巧合 再一个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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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刚好全部都通了 所以就有这样的剧情 这件事其实我会觉得是够硬的 就是你说你是铺了很多的伏线 很多的镜头 其实你铺得够不够线 就是你纯粹的一个镜头 原来那个把枪是没有瞄准到他的 原来那个名单 第一个是没有了他的 你只是有很零碎 好几个很浅薄 很薄弱的一些证据或者铺层 去支持这个角色去做这件事 譬如你说001那个老人家 原来他是终极大哥 但是你只是铺了那几个镜头 但是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转捷 或者一些事情去支撑到 原来这个人物真的有这样的角色的性格 他真的会做出这些事情 你是觉得非常合理的呢 但是在这一套由于有血面 其实是看不到的 是完全是不合情合理的 因为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去到结局 然后就一揭 撒一张指给你看 他就是那个大哥 这样 就是纯粹好像是appoint了 这个人就是大哥 或者其实他可以随时 点这个人大哥 那个人大哥 那个人大哥 其实都没所谓 因为其实他都没有铺陈过任何的事情 没有人觉得他会是 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铺陈的话 会是他有很多事情发生 很多证据支持 他就是一个背后魔王 但是他一直都不说他背后魔王 大家都觉得他在背后魔王 很大机会会是 但是一直都再继续发生很多事情 他去到很充足的时候 然后才去揭衷 原来他就是魔王 我觉得这个铺陈才会是足够 而不是说你随时出了几个镜头 然后就当是这个铺陈 然后这个就是伏線 然后到最后一揭衷 一指 他就是大哥 其实这些伏線只是一些很浮淺的伏線 而这套戏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传统的韩国戏 就是为了伏線而伏線 不断放很多所谓隐藏的东西 然后不断做很多的原意 有很多好像伏線那样的伏線 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伏線 然后有些伏線之后 到最后其实他没有解释到 然后那套戏就完了 譬如说那个警察 他做扼带进去 最后被哥哥扮了 掉下山崖 最后你没有交代过他 那你又可以等第二季 但是我觉得是不完整 就是你被人第二季 那你都要 就是 你完全没有交代过 你好像不记得了一件事 就没有了 就是没有受到太奇怪了 就是你一直下去 那你有其他人 记得这个人是存在的 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人 消失了一年 都没有提供的 等第二季 就是其实很多东西 这套东西不合情理 只是去买弄一些伏線 买弄一些手法 为了伏而伏 但是其实伏得完全不美 也都不合情理 就是比如说那个瘋女人和那个张德秀 那个黑社会大路 最后 为什么那个女人被那个男人出卖完之后 为什么他会抱着那个男人死呢 就是如果我是那个女人的话 我一定是会想办法 弄死那个男人 然后自己活下去 就是重点是 我赢了你 就是那个女人一路 就是我信了你 打算依靠你 然后被他出卖了之后 没理由是抱着你一起死 这套戏应该是发展得是 我想办法弄死你 而不是说我要和你一起死 这么浪漫 对吧 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最后一分钟 分享一下 还看了哪一套韩人剧 在Netflix 其实很少看韩人剧 刚好看到另一套 排在第二 叫做《海岸村叉叉叉叉》 第二套之外 它两套都是韩剧 和《鱿鱼游戏》比 这套是纯粹讲爱情 但是它那个编剧的功力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之高 是比《鱿鱼游戏》好很多很多 就这个戏剧而言 纯粹剧情编排 編剧而言 它好很多 它不是纯粹是爱情的 它有很多亲情 例如说生孩子 女女之间的爱情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里面 不只是男女主角 它有很多配角 都有很深入的故事去讲 但是男主角金孙虎 近两天就爆了一些丑闻 在《海岸村叉叉叉叉》的结果出的时候 就被人爆他 之前逼女朋友墮胎 有那些丑闻 那不大事 如果大家还没看《游戏》的游戏 我可以劝大家不要看 不如看《海岸村叉叉叉叉》 都是一些轻松的东西 不是有什么政治事事 不过它里面会提醒了很多 亲情的东西 友情 爱情 很多爱的东西 情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错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 各位再见 拜拜